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身边的皮肤科专科医生 陳勇医生 Dr. Chan 你好 丹哥 你好 好小可又带上手信 我先讲一讲 多谢 Dr. Chan 你自己写的 是吗? 是 之前我们出版了一本书 关于一些皮肤病的知识 皮肤解迷 先多谢 好慢慢看 有时真的 皮肤是很影响我们的 所以我们今天请Dr. Chan 来跟我们讲一样 也困扰着 要问问你有多不多人 这个是银舌病 困扰了多不多香港人 如果在我们香港 或者叫中国人的病法率里面 其实大概是0.3% 大概1000个会有3个 是 但如果是其他外国人 可能是3% 即100个有3个 所以其实都跟基因有关 但怎样说也好 就算那些人之中 也有些严重的个案 其实就真的好像丹哥所说 可以很困扰那个人 很困扰 真的很困扰 因为我认识朋友 是有病的 正常出街吃饭都 不要了 免得了 免得了 是不想见人 躲起来 因为觉得 虽然穿着衣服 不是大家 其实在哪里 但自己的心理状态 很难过到自己的心理状态 我想问一下 其实是什么 会令人有银舌病 这个就真的抱怯 我们未必有一个很确实的原因 我们真的做错些什么 未必了 但我们有些可能知道 是和遗传有关 刚才所说 可能基因的变化 有些人会多些 比如 如果我有银舌病的话 我的小朋友有银舌病的基率 是会高些的 我们知道银舌病是一个免疫系统疾病 这个免疫系统正常 就好像我们家里的窗 窗口对外的 去对付那些细菌病毒 不要让它们走进来 去领导我们生病 但是银舌病这个病 就好像所谓窗口对内 我们的免疫系统 错误地去攻击我们的皮肤 令到我们的皮肤发炎 增生 一个例子 譬如我们简单说的 就是好像风湿 这个也是一个免疫系统疾病 不过它就对付我们的关节 又红又肿 在银舌病就是对付皮肤 所以看上去我们的患者 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 一块块的红疹 一柄柄的 甚至有很多皮掉下来 所以又叫做银舌病 痕的 多数都痕的 虽然我们一本书本上所说 就跟湿疹比较 它没有那么痕 但是也不少患者 可以痕到影响睡觉 那好了 你说那个范围 是真的由头到脚的 不是只是局部一些地方 是那个范围会挺大的 通常 一般我们说 哪个位置的皮肤 都可以受到影响 不过一般比较多些地方 例如头壳顶 关节外側 甚至是下身 背脊 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譬如我今天也带了一些相片给大家分享 我拿着 这就是一些银舌病的地方 你看下去的时候 和湿疹很不同 就是我们平时一般 它每一块 好像一柄柄 有影响 和没有影响之间的分别 很明显 很楚河看界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所有银舌 就是皮肤 看下去一柄柄柄白了 它可能不断在你面前 脱脱一脱 一样的衣服 已经整地皮屎掉下来 所以其实都可以很困扰 甚至我之前有些病人说 每一早起床 太太就要去打掃 清洁 其实大家都会影响大家的关系 范围可以很大的 譬如这个也是另外一张银舌病的例子 但是它的范围可以看到 它的复杂性再阔一点都可以 但是特征都是在这里 都是一块块 皮舌比较多 又是不断以掃一下 都会整地皮 这些可能是刚才所说 头皮啊 关节的地方 都是常见的位置 所以其实可能这个就是 刚才我说 都遮到 是 很多位置都可以遮到 但是头顶就真的难了 甚至如果我有个这样的位置的话 可能我选择衣服都要考虑 例如我还要不要穿黑色西装呢 整个肩膀都是皮舌的了 所以 可能不要说游泳去不了 甚至选择衣服 有时候我家里的椅子 都不想选择深色的 嗯 那这一张就是可能 再看到我们的头皮头发了 就这样看下去 就算我遮到其他位置 但是头发那里 都很多皮舌 令人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社交 那范围呢 我们一般大多数 始终都是一些轻微一点的个案 一般我们分别就是 大概少过3%的皮肤受到影响 我们叫轻微 但是相反 多个的 我们就叫中度 严重 这样去分别 你说是否枪口对内 是不是 但是 他什么时候开始枪口对内 就是一个人的成长阶段 通常会是 去到什么年纪 是特别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还是去到什么 就是去到一个年纪 他的生活习惯 还是什么事情 会令到他很高危 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有两个年龄层 会比较容易发病的 第一个就是 所谓15至30岁左右 这些所谓黄金年龄 我刚刚读书 刚刚初出来工作的时候 刚刚就是人生的黄金时间 然后可能发现这个情况 第二个就是 40至60岁 我都可能已经是一些高峰时间 甚至是都退休年龄了 可能这个都是一个高危的年龄层 但其实我们知道任何年龄都可以 甚至你说几岁的小朋友 甚至七十岁的伯伯都可以病发 但最常见是刚才所说的两个年龄层 什么会令到我们突然间变化呢 我们就真的难说 但很多时候我们担心 就是免疫系统的影响 例如 可能我们知道有些病人 可能他突然间病过来 我刚刚这段时间有些大病 做完一些手术 可能也是令到 免疫系统所谓不稳定 令到那个病发容易一些 甚至可能我们知道 在皮肤上可能弄傷 受伤 戒傷 跌傷 他就可以在那个位置出痕疾病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誘因 有没有可以断尾 就是说终于有一天 我是不见到这些 没有了 有没有的 暂时 因为我们不是说 好像有粒粉楼切了 就搞定的东西 免疫系统一直都在 差在他什么时候乖不乖 我们有些病人 是有一个可以有些叫做休止期 有段时间可能中间 没有什么病法都有可能 不过我们暂时不知道 究竟什么去令到我 可以突然间休息 但怎么说都好 我们暂时都未找到一个 很确实的 所谓断尾的方法 我做了某一件事 这个病这一世都没有办法 暂时没有 我就这样 看到这些皮肤的情况 我当然也认识朋友 我会幻想到 一个人肾病患者 首先就是病情本身 这么难断尾 真是很疯狂 很疯狂 情绪也受影响了 好了 你说不能断尾 那它会不会更严重呢 就是说本来3% 突然间会去越来越大 还是会影响其他器官 这件事没完没了 会去到什么界限 是的 但其实有些人 甚至说银舌病 是一个所谓不死人的癌症 可能把它放在其他 这些致命的疾病 可以是差不多的 影响生活的情况 我们有些研究 甚至银舌病 是所谓影响过心理的程度 可能和中风 心脏病很接近 所以这也是一个 所谓不容忽視的情况 是 其实有时 我可能一直都是 相安无事 数小范围 当然有这样的病人 但有时有不同的原因 可能令到我们严重了 例如刚才所说 我可能有些情况 令到免疫系统不稳定 例如可能我压力大 休息不够 病 这些都是一些 会有机会 令到我们突然间 差了的情况 不要说太远了 尤其这段时间 那些疫情那段时间 有些病人 当然他可能一直以来 病情都是很稳定的 但可能他中了新冠肺炎之后 突然间那个病情 发作范围大了很多 原本可能小小范围 都遮到就可以了 接着发到可能 又痕得很紧要 甚至皮肤有时 可能龟裂 可能痛 睡不到觉 这些病人 我们都见过 我想站在 Dr. Chen你的角度 很多这样的病人 都真是挺真功 但是原来会发觉 其实不能够 能够跟着他们 能够跟着 然后你会见到 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会否有这些机会 我幻想一下 在你面前发炎 那怎样 我没有办法 医生我怎样 我查什么都没有用 是不是 以后都没有 他的情绪 会在你面前的起伏 你会怎样去看 或者去看 或者去劝他这种情绪 这么波动的人 或者你自己怎么看 这件事 其实我想尤其是 以前的年代 可能十几年前 我们看银舌病患者的时候 真的都无奈 第一 病人很不开心 我们也觉得自己 可能不是真的 帮到他非常之多 他今天来到 是这样的状态 我们给了一些治疗 回来 咦?差不多 那当然 这些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不开心的 病人怎样可以 如何舒缓 我当然都是希望 可以很 分享我们自己 不同的例子 因为始终不少的病人 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 我未必可能 那么集中在皮肤上面 我亦都希望 可以有不同的 舒解身心的一些方法 例如 不如找多些朋友 一起去做一些户外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 当然我个人健康些 适量的运动 甚至接受多些紫外线 都是帮到患者的 所以不如 有空 约别人去行山 我可能不太适合游泳 因为去到泳池 可能又会尴尬一些 行山也好 接触多些阳光 希望可以得而舒缓 不过当然 因为以前真的少些 有效的武器 去对付病情 但是现在 当然我们的时代不同了 有些新的 比较有效的治疗 可能我们会 给到一个病人的希望 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进步 也不一定 虽然我们未必说 可以断尾 但希望可以控制 在这段影片 我们就知道了 银舌病 其实是一个困扰大家的病症 但是 你听到了 在这些青口中 其实 有希望 到底是如何医法 用什么药物 不如留在下一段影片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好吗 大家如果觉得 这段银舌病的影片 对你或者对你的朋友的帮助 记得和我分享出去 订阅健康蛋 我们的apps 可以加入我们的apps 和按键 我们的健康蛋的资讯 最新的资讯 会立刻送给你 下一段影片 皮肤科专科医生 陈勇医生 会和我们说 银舌病 在哪个方面可以医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